台股今年表現真的很強勁 這幾天緩步墊高又要挑戰歷史新高了 沒有錯 我想其實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的表現 真的是越來越強 那今天已經越過了9月6號高點17633 那今年上漲116點 那成交量來到3765億 外資間也小買了54億 所以其實今天在電子股主攻的一個狀況當中 半導體的大型全資股本盤之下 中小型電子股的主攻 所以造成整個台北股市的一個上漲 那我們要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台積電的表現 算是還蠻不錯的 今天台積電小漲了4塊錢 0.66個百分點 那麼站上了月季線之上 相對是站在比較強勢的格局當中 那麼看起來也是要有挑戰前波高點的一個氣勢 那聯電的部分今天也是小漲了 大概在1.3個百分點 那也站在月季線之上 聯發科今天是出現了上漲超過4個百分點的一個狀況 那最主要是因為它有一個新產品 天璣2000的晶片要上市 另外呢 在市場上的這個大摩認為說 它也是新一代的這個元宇宙概念股 所以推升它的股價呢 占回到了1000塊以上 那麼第三季的一個EPS的表現 也都還算是相對不錯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在這個高雄台積電 要設廠的這個相關受惠概念股的部分 京城建設今天持續拉到漲停板 那這個作收那當然對於其他的一些相關的這個南部的房地產的建商 或者是跟這個台積電的一些供應鏈其實都還蠻不錯的一個表現的帶動 那另外在台陽的部分呢今天也是漲停板作收 那最主要是來自於低軌道衛星相關的一些題材發酵 那這個呢也是帶動今天台北股市中小型電子股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零漲指標 那另外我們看到在元宇宙的概念股 宏達電今天是很可惜喔 開高走低 那麼在平盤之上 不過也守穩在強勢的五日線以上 另外呢 威盛的部分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小跌了4.5個百分點 不過站在五日線之上都還算是相對強勢 畢竟我們這一次看到 在元宇宙相關的這個漲勢蔓延的過程當中 第一波的宏達電跟威盛開始進入到休息的時候 這個連八顆開始跟上來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題材受惠的狀況 是有一些擴散的現象 其實從整個台北股市來說呢 電子股受惠到上個禮拜五的這個美股科技類股的一個反彈 持續的往上走高 也墊高了台北股市指數的一個表現喔 那再來我們看到就是在剛剛我們特別節目一開始談到的 這個張忠謀創辦人特別提到是晶片短絕的一個問題 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回歸到自由市場的一個經濟條件 不過他認為現在美國的一個附加的這個條件 其實不利整個自由經濟市場的一個運作 他所謂的這個附加條件 就是美國現在要加入到晶片製造的這個領域當中 那原本的這個晶片短缺在今年以來 他就是一個需求被低估 然後天災人禍 然後再造成物流中斷的一個影響所導致的狀況 那最好的一個解決情形就是回歸到市場機制的調整 包括供給跟需求的一個調整 彈性完之後就解決 但是現在目前因為美國進入到了這個製造晶片的一個這個領域當中 所以導致於在晶片的這個短缺的部分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看到在Intel 他有計畫說要在中國大陸去這個增產所謂的這個矽晶圓的部分 這個是原物料 那想要去化解的是在晶片框的部分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美國的白宮是不同意 這是當然的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科技冷戰都還在持續當中 那關鍵就在這個拜習會之後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解決方法 另外我們看到在這個台積電 在過去呢一直都被市場上錯怪說 是不是台積電造成這個所謂的晶片荒 但事實上呢市場上的一個分析認為 其實是在德州儀器在2019年結束與台灣的 這些通路廠商的合作 把所有的這些通路的工作 拿回來自己運作的時候 碰到這一次疫情所導致的一個結果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看起來 市場上比較偏向於是德州儀器造成的 不過我想其實這個是非戰之罪 那台積電在這個台灣的投資的部分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也帶動了整個南台灣的一些相關的經濟 開始出現了逐步的升溫 那包含像是在房地產 甚至在接下來陸陸續續進駐之後 員工所帶起的周邊經濟效應 那造成在南部的這個半導體的 所謂S郎帶已經出現 包含像是從南科 陸竹 男子 人物 然後一直到零元 然後再到小港 完成的連成了一片這個所謂的這個半導體的一個區帶 那在台積電的部分呢 現在目前呢比較麻煩的是 他現在在台灣要進行投資需要的是新台幣 可是呢 他偏偏就是滿手的美元 我們知道其實在過去這兩年 因為新台幣持續在升值的關係 台積電現在目前都是用美元來做計價 甚至也在營售部分都是以美元當成是一個這個計價的單位 所以其實他現在滿手美元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就特別拜會央行去進行一個解套的一個方案 把這個所謂的每一天的這個兌換的額度 能夠稍微放寬一點點 讓他能夠順利的調整出來 那我們看到在半導體的部分 第四季的展望是出現了一點點不太同調的發展 那麼晶圓代工看法比較好 但IC設計就比較明顯偏弱勢 我們看到這張圖其實是中國的信貸脈衝 跟全球半導體的銷售的年增率的一個變化 通常都是中國信貸脈衝的見到高點之後 大概一個季度到半年之內 全球半導體的銷售的年增率就會開始出現下滑 而現在開始已經開始出現彎頭向下的一個發展 所以到了明年之後 可能在半導體的銷售成長率會受到一些相關的影響 那鴻海在第三季也交出了三綠三勝的一個好成績 稅後的存益是達到370億 創下同期的次高 EPS來到了2.67塊 所以其實在整個國內的電子產業的部分 在今年以來到目前為止 應該到年底都會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也能夠維持台北股市至少到年底之前的一個 忘記的不錯的一個推升動能 好 我們稍後回來